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到各行各业 不过一家商务引荐平台靠着网络力量 让平台会员的生意逐渐成长 也吸引了许多人加入 为了要进一步提升专业知识 这一天平台跟青商会 也选在屋日举办了一场未来企业家论坛 请来了产官学籍代表 希望让这些个中小企业在后疫情时代 都能够做好准备迎接新局的到来 产官学籍代表分享企业经营观点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冲击到各行各业 而这家商务引荐平台 这一天就特别与青商会在屋日举办这一场 未来企业家论坛 就要带给参与的企业们心思回 这波疫情的话 虽然在房间大家可能觉得生意不好做 但这边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商业的模式在 就是说会员跟会员之间 会借由更深层的一个访谈 来彼此来讨论更多可以合作的一个机会 参加BMI之后 发现自己的业绩变得越来越多 然后借由这次的论坛 认识更多的企业家 进行产业的一个合作的契机 希望可以碰出更多的火花 这边代表市长代表市政府跟大家致意 同时也介绍一下台中市政府的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策略 跟我们的一些策略 除了规划未来企业家论坛 主办单位在现场也与清闯民众与中小企业摆摊 展示自家的成品 也交流分享创业经验吸收养分 让企业可以持续的成长茁壮 随着疫情的关系 我们留在台湾留在台中 我们更加深了台中赛地客户的经营 那也有在网路上跟我们的客户增加更多质量的互动 参加这个产业当然是这个V&I 当然是要拓展我们的人脉 继续把它传承下去 把事业越做越好 扩展越来越大 从我大学开始毕业后我就知道说 台湾面临很严重的缺工 那其实我们做工程的在外面的环境 是需要更多的平行整合 然后也是需要政府给我们更多的方向 让我们去知道说如何让我们的产业更新 然后甚至是人力上的增长 商务营建平台靠角绑路力量 企业经营专业知识与年聚力 让平台会员的生意逐渐成长 也吸引了许多人家住 面对在后疫情时代 平台鼓励台湾年轻人与创新者 来做好准备 迎向新局的挑战 继续来修丰台中采访到 好准备 好准备 谢谢大家